穷人在这里边打转 那散户拿着救命钱往里头 想着急快点挣钱呢 我挣点啊我得快点 进进出出 那么在这种心态影响之下 因为中国毕竟是散户多嘛 而且是乌洋乌洋不断有股民杀进来 最后股市出现了不正常现象 几个不正常 头一个现象是快速买卖 这个造成什么后果呢 你最后不仅挣不着钱 为啥你没买卖一笔有一块税啊 国家收税啊 挣着公司还有佣金呢 就你没挣着钱 这第一个快速买卖 第二个把股票当做快速致富的这么一个工具 就容易造成追涨杀跌 就说熊市一来了大伙全跑 甚至都割肉 但牛市一来了全杀进去买去 可是牛市来了你杀进去买去 你非常容易赶高点买 你说你风险大不大 这一下子风险成倍的提升 就这追涨杀跌 而且追涨杀跌为什么容易亏呢 我们常说股市里头呢 你有恐惧有贪婪 你发现人呢 面对恐惧的时候好办 就股票赔的时候 咱们只有不少钱 不少人股民割肉 就我认赔了 我拉倒我再不干了 或者说我有刚性需求 要买房子 要给孩子上学 老人看病 我硬割肉了 就是恐惧的时候咱好办 我认赔了 可是当股票大涨的时候 没有几个人真正能撤出来 贪婪啊 人都贪啊 渴望不劳而过呀 所以你越贪 你掉进去可能越大 这追涨杀跌的风险就越大 就往下跌的时候 没有多少人说 虽然说现在看空 但是我长期投资 我认为可以抄底 没有多少人这么看 反正是涨得越高的时候 越买 越低的时候 越跑 所以追涨杀跌 造成大批人赔钱 大批人在高点上买了股票 所以这一个是 快速买进买出 有弊端 再是追涨杀跌 另外贪婪的心理 造成的最不应该的是什么呢 借钱炒股 融资炒股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启动杠杆 就我借别人钱 这个借钱炒股 一看股市好了 最近我身边有朋友说 老梁你兜了有两钱 我知道 你借给我呗 我保证你30% 我说拉倒 你还保证呢 你万一要赔了呢 你要的30% 本来我都回不来 这个借钱炒股特别可怕 为什么可怕呢 它能成倍的放大你的收益 但也能成倍的放大亏损 你看炒股跳楼那跑了 那个多数都是借了钱炒股的 一般不是他自己钱炒股 当然自己钱炒股 也有个很大问题 你不能搁救命钱炒股啊 你说有的老年人 就那么点养老金退休金 也炒股你赔了怎么整 有的这钱是用来孩子出国 用的赔了怎么整 这钱准备结婚时的 赔了怎么办 而且你拿这钱炒股 你心态都坏了 为啥 你赔不起啊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 股市上体现的这种疯狂和不正常 除了我们这个股市啊 有些基本问题啊 还没有解决 监管不够以外 很重要的是呢 股民的心态不对 就是没有把股票呢 当做理财的正常的一种产品 反而把它当做呢 快速发财的工具